互联网的广大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甲鱼 欢迎大家和我继续学习C++快速入门 这节课呢,我们来谈的是迭代器 上节课呢,我们的例子虽然工作得很好 并也使用了一个标准的容器,就是向量容器 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在便利向量里的各个元素的时候 我们仍然没有摆脱旧思维给我们的束缚 我们还是用束组一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个向量的去便利它 对不对,我们用一个for的迭代 然后呢,用下标元素来索引 这是传统的束组方式啊 刚好我们的向量容器是允许用下标操作符来访问它的各个元素的 就像这样子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改用同样的程序改用不同的容器 例如说帐 帐的话呢,我们就不允许下标访问了 我们就不得不对程序做出很多修改才得以实现 因为帐的话呢,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先进的后出 所以呢,不能用下标这种随机访问的形式 好的 那么因为对容器里的各个元素的进行便利呢 是一种十分常见的任务 所以呢,应该有一种标准的方式来对它进行封装 对吧 啊,C++标准库提供的各种叠带器 就是这么来的啊,叠带器呢叫做Iterator,Iterator 叠带器呢是一种功能非常强大啊 功能非常有限,但却非常强大的函数 提供的一些基本的操作都是非常基本的 例如说 Steam号,啊,++等等 啊,不等于,等于这种负值 等等这种方式啊 叠带器呢,事实上是一个指针 是一个智能的指针 它具有便利复杂数据结构的能力 但是它的操作非常简单 因为叠带器的功能是如此的基本 就普通的递增啊,递减啊,负值啊,加号啊,呃,等等啊 所以呢 标准库里边的每一种容器呢都会支持叠带器 它们都有自己的叠带器啊 通过使用叠带器 当在程序里改用另一种容器的时候呢 就用不着修改那么多的代码了 每一种容器都必须提供自己的叠带器 事实上每一种容器都将 其叠带以嵌套的方式定义于内部 这我们不用去光心它 因为呢,每个容器在定义的时候 都为自己的叠带器写好代码了 都提供好了 因此呢,各种叠带器的接口相同 型号不同 这就是所谓的什么 放行程序设计的概念啊 所有的行为都使用相同的接口 所以我们用相同的方式去调用它 尽管它们内部的实现各不相同 各有特色各具千秋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修改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Vector Vector这个代码啊 这个向量的代码 好,我们把之前的这个Vector给拷贝过来 给它第二个版本叫做Vector2 2 好,其他的无光代码我们给它删除 我们这次呢就使用叠带器来完成这个便利啊 向量的便利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把这玩意儿给去掉啊 把它给去掉 对吧 然后呢,我们说了每一个向量 啊不,每一个容器里边呢 都会提供一个叠带器 所以我们就Vector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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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样的 StdString 我们用它的叠带器 I 叠带器的名字都一样啊 I-T-E-R-A-T-O-R Iterator 呃,定义一个叫做I-T-E-R的迭代器 它呢等于NAMS点 Begin OK,Begin呢就是它的开始位置 啊,它的开始位置 这里呢就是对申请的这个I-T-E-R这个迭代器进行初始化 初始化的位置呢 我们调用了这个向量的Begin方法啊 Begin方法呢是返回它的最初的值 OK,它开始的位置的值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一个wild wild 循环啊,wild循环 wild循环的条件是什么 是I-T-E-R不等于,不等于NAMS ends OK,我们调用NAMS ends取得,取得 啊,是end 取得这个向量的最后一个元素啊 NAMS ends呢是向量的最后一个元素的下一个 一个位置 就是它的底部啊,底部 OK,就像记得我们这个帐啊 它有一个底,对不对 我们就是指向最下一个元素的底部 好,这个是向量啊 那我们就把它给输出Cout 所以啊,它不是指向最下面的一个元素 是指向最下面的元素的底部啊 也就是它的屁股 那我们把它这样子输出就可以了啊 取它的值我们说了 这个迭代器它事实上是一个智能指针 也就是一个指针,一个特殊的指针 我们用Cout取它的值 然后加加指向下一个元素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我们的程序呢,正常的实现了啊 正常的实现了,没有任何的问题 OK,那我们再强调一次啊 Begin指向的是它的起始位置 这个数据存进去的起始位置 end呢是指向它的最后一个元素的底 的下一个位置 也就是它这个容器的底部啊 底部,OK 那我们接着讲下边的内容 算法啊,算法 算法这问题呢,感觉高深莫测啊 用几本书都讲不完 为什么? 小甲鱼呢,在这个视频的最后 简简单单的把算法给概括了一下呢 因为正是算法的无比神奇 所以呢,小甲鱼就用无比神奇的方式来讲解 OK,精简版算法 算法啊 为了让大家体会到算法的无比神奇 小甲鱼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故事 啊,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伟大的数学家 科学家 他的名字肯定不叫小甲鱼啊 高斯,高斯大家很多人都记得吧 啊,如果高斯不记得的话呢 我们应该记得他的一个高中坑了我们很久的一个 叫做等差数列啊 这网页呢,让我们高中考试 数学考试丢了无数的分数 好吧 话说呢,在他上小学的时候啊 他是天才嘛 上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课堂很乱 高斯呢,正拿着一部诺基亚手机 在call对面的妹妹 大家眉来远去 云云云云啊 反正就是上课很乱的样子 就像现在大家在听小甲鱼的视频一样啊 大家笑的一塌糊涂 好,那么老师就非常的生气了 后果就非常的严重了 老师就出了一个题 说,嗯 在放学之前啊 每个人都要计算出 从1加2加3加4加到100的结果 我们知道以前没有计算机啊 啊,然后要手写的进行加法运算 啊,算出来的就可以回家 正确的,啊 当然结果要正确啊 算不出来你就算到出来为止 那么,天才当然不会被这样的问题所难到 对不对 高斯呢很快就得到了答案 是多少?是5050 对不对?啊,老师非常惊讶 因为呢,老师想必也是通过一个一个 在家里加王之后得到的答案 啊,这么加出来的 也是苦苦的加了快半个小时才加出来了 啊,高斯这时候通过了两三分钟的思考 立刻的给出答案 那么老师就 问他了 老师就很疑惑的问 你是怎么样得到的呢?啊 高斯就缓缓示道 这么解释道 事实上呢 我们发觉从1加到100 啊,大家事实上都知道了啊 1加上100取最前和最后的值 1加100等于多少?等于101 OK,那么取第二个数和倒数第二个数 2加上99等于多少?也是等于101 这是巧合吗?不是 因为3加上98也是等于101 4加上97也是等于101 5加上96也是等于101 依此类推 到最后第50个数 50对 50加上51也是等于101 那么很明显 1加到101 我们就可以看成是1加100 2加99 3加98 然后有多少对这样指的呢? 有50对 对不对? 那么结果肯定就是101 01乘于50 OK 啊,这是一种小技巧 也是我们高中的时候困着我们很久的等差数列的算法 就这么神奇的被一个小学生给弄出来了 好,回顾我们刚才对向量 这就是算法的魔力啊 好,我们回来 回来 看吧 回顾我们刚才对向量视力程序的修改 先别说 看起来比较难以理解 好,可代码的行为还是老样子 迭代器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它们可以 错别字 和所有的容器配合使用 而使用迭代器 可以访问容器元素的算法 可以去访问 而使用迭代器去访问容器元素的算法 和任何一个元素可以配合使用 OK 这个不要拗口 不要拗口 那么 小脚也将带大家修改这个例子 从掩饰算法 从而掩饰算法的威力 那我们这个算法呢 要体现出算法 我们肯定就不是说输入然后打印 那这没什么算法 对不对 我们要在输出该元素之前 先按字母顺序对它们进行排列 然后按字母顺序把它输出出来 好吧 对数据进行排序 对人类来说好像是个简单问题 因为从小我们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排序 我们都知道小时候啊 大大人给我们零用钱的时候 我们知道百元大超和一元大超 它两个的大小是不同的 所以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程度 那也是不同的 对吧 想要啊 但是想要高效率的完成这样的任务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如果现在扔给你一堆各种各样面面额的大超啊 有美元的有欧元的有英镑的有日元的有啊 太元太元的等等等等等等啊 太珠啊等等等等等等 那你要让你从小到大的排序 那就没那么容易了 对吧 人们已经对排序问题总结出很多许多不同的算法 例如说冒泡排序堆排序快速排序等等等等 OK 每种算法都有它们的优点和缺点 而只有那些最简单的算法才是比较容易有我们个人之力来实现的 很多复杂的算法都是要综合各大科学家的智慧之所集成啊 才能够实现 那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回到重点 所幸的是C++标准库包含了一些经过全面优化的排序算法 它的处理速度也是非常理想的 因为它经过了几代科学家的结晶而成 要想使用这个算法 我们只需要将 A L G O R I T H M 这个是算法的英文啊 这个文 头文件把它包含到原文件里边 就我们可以直接调用了 然后像这样的方法调用它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啊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我们根本不 不用知道这个算法在干嘛 也根本不知道这个算法可以干嘛 但是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算出来了 我说错了 我们还是需要知道这个算法可以干嘛的 但是我们可以不理解它的内部结构 好的我们第三个版本的向量程序 我们这个呢要进行一个排序啊 OK我们也要面临着更多的输入更多的挑战 CLUDE啊把这个叫做A L G O R I T H M 这个叫做算法的英文当词啊 因为没有查过谷歌谷歌先生啊 所以呢我也不敢随便读怕拼错了又丢人了好的 好的 那我们这里又因为它是按照字母的顺序 英文字母嘛 所以呢我们这中文给改改啊 改成英文的 第一个呢改成Larry Larry 第二个呢Rola 大家知道Rola是谁吧 OK那我们再PUSH多一个进去 我们再拷费几个啊 Ctrl-C Ctr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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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丁 Ctr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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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们第一次伴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英语课本开始 我们就开始认识例类这个名字了 好,那我们直接在这里调用sort 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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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s 第一个传给它的是什么 begin bgim begin 然后给它传递第二个是nams 点end 当我们要使用这些算法 要知道这些算法分别有什么样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 百度一下 对吧 查一下它们的相关文档 知道它们能够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那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们给输出书来 OK 好,等一下我编例一下 好的 那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 我们发觉了它们是按这个名字的头一个字母进行排列的,对不对 啊,D 是第一个码 然后是J 然后是L L L出现L的话呢 它比较第二个A在I之前 对不对 I在U之前啊 三个L 然后是M 然后是R了 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好,那我们这就是算法的一个简单的实现 但是很多朋友哎,他想知道这个算法它背后是如何实现的啊,那没问题啊,这是结束吗?不,这好戏才刚开始 我们现在是吊大家的胃口啊,因为呢,我们给大家演示了算法怎么实现,但是呢,大家可能还不知道算法 各种各样,例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冒泡算法排序,呃,冒泡算法,堆堆,冒泡排序,堆排序啊,快速排序 这些算法它是如何实现有什么样的原理啊,我们在这个数据结构和算法系列教程里边呢,小甲鱼会从原理层面来带大家图文并茂的来学习这个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内容 然后呢,大家可以用我们所这里边啊,用我们在这里边学到的知识,把它们封装成容器 OK,封装成自己的容器 敬请关注,敬请收看,敬请期待啊,非常感谢大家对小甲鱼的支持,大家后会有期 最后呢,非常感谢 大家这么长久以来的坚持收听小甲鱼的节目,好吧 OK